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今天要来聊的是二月的主题单元 2023年上半年 十二星座的恋情动向 我想大家都很关注 到底上半年的感情形是怎么样 我想我们要先注意木星这颗星 因为它代表的是喜事 还有幸运跟丰盛 那么在上半年的5月17日之前 木星都待在白羊座 所以它会带来很强的动能 帮助火象星座 还有一个天秤座的朋友 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 所以如果问恋情哪些星座容易呢 恋爱或结婚 我一定会给上升或太阳在 白羊 狮子 射手 以及天秤座的朋友 所以如果你是单身的 这四个星座朋友 我觉得你该好好交朋友 那么往恋情发展的机会是 比其他年份高的 那么如果你已经有稳定的感情 当然可能就会在上半年结婚 有些朋友可能就是会有怀孕 甚至准备生小孩的好消息出现了 恭喜这些族群 另外上升或太阳在白羊 或者是太阳在白羊 因为5月17日开始 荣有秩序的好消息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往外国发展 我觉得挺不错的 另外呢 我要再加上两个星座 叫做上升或太阳在金牛 或处女的朋友 对于上升在金牛的朋友 或者错是太阳在金牛的朋友 因为呢5月17日开始 木星就会以往金牛座 而且呢上半年的时候呢 代表人际关系 容易有成长机会的这个北焦点 也在金牛座 所以往往很容易在5月份 金牛座就会有好消息 比方说结婚啦 生子啦 或是怀孕啦 当然就是恋爱也是很棒的 所以可以好好把握上半年 那么处女座朋友 比较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呢在3月7号开始 土星就会进入这个双鱼座 来到了处女座的婚姻宫 这个处女座啊 在上半年的婚姻感情呢 是带有一种责任的 也就是说如果呢 你可能有交往很久的对象 也许大家会说 你们交往那么久该结婚了吧 或者是呢长辈催促 也可能呢因为你先有后婚 这个机会是高的 也就是说这个处女座呢 感情好的那一面就是很容易 会让感情变成一个比较是 哎带有一种传统的责任的那种 方向发展啊 所以结婚是一种可能性 再来呢我来聊一下 很多朋友会问我说 老师那我今年可以换感情对象吗 哦 那我觉得啊今年啊很容易啊 闪电恋爱闪电结婚 或是闪电换情人的呢 有三个星座啊 上升或太阳在 金牛天蝎以及摩羯座的朋友 好因为呢在5月17日开始呢 木星会进入啊金牛座 而金牛座有一个天王星 在这边 天王星在把一种闪电快速 快速切割 快速突破的一个力量 所以呢 哎上升太阳在金牛或天蝎的朋友啊 我觉得今年你一定很容易脱单 如果你没有对象的话 或者是有一种哎换卸购很浪漫的恋情 当然也可能突然怀孕啊 或者是很快进入婚姻的感情 是机会高的 那你如果想换对象啊 当然也可能有机会了啊 那么这个摩羯座朋友呢 今年整体来讲不见得会有结婚的机会 也就是结婚的这个比例 也许比金牛跟天蝎弱一点 可是恋爱的机会一定有 因为今年啊上升或太阳在摩羯座朋友 玩乐机会特别多 吃喝玩乐以外呢 约会桃花哇超级多 所以机会一多 那当然就是换的机会也很高嘛 所以这个族群我觉得呢 在今年的感情是蛮欢乐的哦 再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今年在感情上啊 上半年在感情上面 要比较仔细观察的族群 就是上升或太阳在双鱼跟处女座朋友 其实这两个星座啊 一遇到感情也是很容易投入的 但是呢因为3月7号开始啊 土星要进入了双鱼座 都会给啊这两个星座朋友呢 一点责任一点压力一点挑战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能够轻率草率 你可能在热恋或是干预到对象 觉得很棒 请好好享受恋爱的感觉 然后给自己3个月的时间观察 因为通常啊3个月之后啊 这个热情呢会慢慢的消退 进入一个比较稳定 或者是理性的状态 这跟星座也有些关系啦 那你会比较能够呢判断 好当下的状况 所以就不会太草率的进入一段关系 或是说太快的切断一段关系 那么另外一个族群呢 我觉得在今年上半年感情会有一些进化 那就是上升后太阳在巨蟹座的朋友 第一个呢3月7日开始 土星会来到对于巨蟹座有利的一个位置 所以呢 往好的方面发展就第一个 有可能你这个交往多年 同居多年的关系 你今年忽然想开了想要我来登记一下吧 就是他也许在实质上不见得有马上大的改变 可是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可能 另外一个呢也有可能有些人他就是决定啊 我谈了这个异国恋情远距恋爱那么久 对不对疫情终于慢慢消退了 我也要往前走 所以有可能有异国的恋情的这个结果 或者是有要搬家移民的可能 那有些人呢也可能呢在这个时候呢 突然在关系上面会有些调整 为什么 因为冥王星啊 在3月到6月的时候呢 会短暂的离开巨蟹座的婚姻工 所以可能过往的一些这个感情的压力啊 挑战啊 忽然放松了 所以你会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 现在的关系 所以你就可以做出一些决定了 那最后呢没有聊到的呢 就是双子跟水瓶座了啊 那么双子座朋友呢 其实在上半年啊 你的重点运势是在这个事业 跟人际关系 所以呢 不论你有没有情人 就是你会把精力放在交朋友啦 闯事业啦 或者你想做的事情上 那当然你是有这个恋爱 或是交朋友更多的机会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整体来看 就往婚姻走不见得是你当务之急啊 你可不可以做可以 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你可以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有可能啊 它只是你的部分 那就不容易 我马上结婚的方向前进了 那么水瓶座朋友呢 我觉得今年呢 上半年是很看你的感觉 因为水瓶座呢 在上半年三月到六月的时候呢 冥王心会进来 冥王心进来代表是水瓶座忽然想要做改变 这改变就是跟以前不同 以前你可能不婚 也许你现在想婚 以前你想婚现在可能不婚 然后你可能想要改变住家环境 改变外在容貌 穿着打扮 这个发色 就是你想要做一个很大的转变 也可能你是被迫接受一些转变 所以 结不结婚恋不恋爱 完全就是看水瓶座个人的决定 我觉得不见得没有 但是就不是那种很急速一定要去做的那种急迫性 讲到这里呢差不多讲完了 会有很多朋友问我说 老师那你这样子讲 感觉大家人人都有机会在今年结婚是吧 其实呢还真的是有可能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因为在2023年整个大环境是非常飘动的浮动的 好那所以在这浮动状况之下呢 感情容易不好好经营就不稳定 不稳定就会分分合合 换来换去 所以机会就多嘛 第二个 在一个大环境不是那么确定的情况之下 好你可能又觉得很需要生活上有一个 陪伴你的这个灵魂伴侣啦 或生活的帮手 然后在疫情快要消退的时候呢 有遇到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还是蛮期待 也希望各位呢在2023年呢 不管你结不结婚都能够在感情上面呢 找到一个可以依赖 互相鼓励支持的对象 当然如果没有对象 或是不想结婚的朋友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呢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啊顾好 只要你自己的状态是好的 那么结婚也好啊交友也好恋爱也好 都是早晚的事情 以上呢就是我们二月主题的分享咯 希望你会喜欢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